有你这么好的种子 有我这么肥沃的土地 害怕没有收获 这好种子和好土地 三年了都还没有孩子 老万当初想要儿子 抛弃了妻子和女儿 可三年过去了 自己的儿子梦依旧没有实现 她埋怨起了何丽娜 何丽娜却是毫不在意地 说着自己命里有三个儿子 老万急了 因为命里有三儿子 这他妈都三年了 我连儿子毛都没见着 回想起自己前妻好歹 不及还生了的女儿 何丽娜一听来劲了 你后悔啊 行啊 你再去找个破镜重圆去 而离婚后的如烟 带着佳妮慢慢长大 王医生看如烟一个人太辛苦 于是便说着 给她介绍一个男朋友 如烟却有所顾虑 因为她怕自己再婚 女儿会受委屈 而且自己离过婚带着孩子 人家也看不上 王医生说 调整倒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见了面以后的感觉 感觉对就行了 话音刚落 老白走了过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来晚了 随后王医生 给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 便以照顾孩子 唯有走开了 如烟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却有些紧张 索性直接说道 我离了婚 带着这个女儿 我之所以一直没再找 就是不想给佳妮找一个好爹 让他受委屈 老白却说 这个呢 你放心 我不会 我也不想再生孩子了 听到这话的老白沉默了一下 便又说着 没关系 好孩子有一个就够了 我会把佳妮 当亲生女儿一样 老白的这番话 却让如烟心中的顾虑有所动摇 而如烟心里也感觉老白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父亲 两人也很快确认了关系 这天去民政局领证时却出现了插曲 哎 对不起 我先不能记得 出来我跟你说点事 我不能这样就跟你结婚了 老白问着如烟怎样才同意结婚 你把咱们谈好的条件写下来 白有黑字 有评有据 老白一脸忙 条件 什么条件 这么快就忘了 其实老白早已知道如烟内心的想法 老白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意 拿出了可指 写下了对如烟的沉默 这天老万和和丽娜下班时 却看见女儿嘉妮 和丽娜说着你爸来看你了 他不是我爸爸 对于眼前的爸爸 嘉妮感到很陌生 而和丽娜却又说着 你妈要给你找个后爸了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如果再给你生个小弟弟 你的日子 有的瘦了 听到这话的嘉妮赶快回家找到了母亲 妈 我不要爸爸 我不要你结婚 看着女儿委屈的样子 如烟心里也十分难受 王医生赶忙把嘉妮叫到身边 给她看妈妈的结婚证 可嘉妮却一下把她撕了 到了晚上 老白沾着撕坏的结婚证 小孩子怕失去宠爱 这种心理很正常 其实呢 咱们也有失误 如果说一开始 咱们就开诚不公地跟她说清楚 这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看着老白的通情打理 如烟感到很欣慰 第二天 老白下班回家时 却被老万拦了下来 老万警告着老白 今后要敢对嘉妮不好 就饶不了她 随后老万却被老白的 一个擒拿手拿着 哎 哎 你想干 你想干什么 我就是不希望别人 在我面前张牙舞爪 我既然爱我的妻子 又一定会爱她的女儿 这天两人如期举行了婚礼 看似一个简单的婚礼 却让如烟感到了幸福和甜蜜 而这时的老万却独自喝起了闷酒 和丽娜却有些幸灾乐火 要不要陪你喝两杯 祝你前妻新婚快乐 随后便又说着 要是你老婆一结婚 给人家一个儿子 那你多亏呀 而老万听到这话 直接怒了 发泄着自己一直以来的不满 而如烟自从和老白结婚后 一直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 可让她烦恼的是 嘉妮一时救不了老白 而让她更慌的是 嘉妮的亲生母亲出现了 感谢观看